我在那里练了一套拳 练了一个十三杆 大杆子 找了一个大拉玛杆 没有人会的 我练的东西 他别的人都不会 所以我一套大杆子 一套拳 那些专家领导 都已经相中了 后来比赛完以后 这些所有大会的人 要去陈家沟参观 当时我们村里面说 那人家到陈家沟了 咱总不能光请人家 在这转转破烂不堪的村庄 有啥看的 然后就请人家喝杯茶走了 还是把咱们的老虎 最精彩的最后一场 两场 最后两场 那别的人根本搞不了 钻刀门钻火车钻系统 然后上山 这最后的两场 主演都是我 所以那些专家 领导都看对了 从采购员到无数名家 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大家接触到一起 说你来干啥 能不能在这里多助 教教我们太极 推广陈氏太极拳 他又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将来太极拳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和它的实用作用 它是不可低估的 它肯定会形成一个生活中必然的现象 同角推往上角拖 这个手法不一样 其实用镜是一样的 所以这推的时候 你看这个动作 在缓慢柔和的情况下 让我们再运气一样 靠着用身体 驱肝和各个部位 两路卷 相复相成 互为其根 武术界的人 这几年通过武术运动员 又变成了影视界的演员 著名演员 他利用他的知名度 现在又 后来他加入佛学 他有一种悟道的那种感觉 他现在又通过他的影响力 他又想投入到太极视野 太极文化是在民族的文化 是根 所以他看到了这些 然后又返回来 又想推太极 这是个好事 他利用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马云呢 是企业家 他有经济基础 他两个人一结合 这种力量 那是对推广武术和太极权 这种力量 那是不可小看的 这是咱武术界的春天一样 他还不太能够 这样子 就一直承诺 他没听见 他很想推他 你还能够 这种力量 那是他 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 他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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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种力量 他在这种力量 他在这种力量 是 这种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前边叫知己 后边叫知彼 所以在中国讲 随着兵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百战不代 所以都是这个道理 陈氏太极拳诞生于冷兵器时代 最早也曾经在战场上被当作一种寄机术来应用 谈到功夫 冷兵器时代 枪炮没有发明之前 它不是以强身舰体为目的的 那就要上阵作战打仗用的 所以它是以练功为目的 它加大了肌肉骨骨骨的扭动作用 它加大了肌肉骨骨的扭动作用 可以疏通经络引动内气 经络内气打通了 出血液在体内越流越旺 它就会起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作用 陈正雷这采购员的工作 一干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 它不仅在外传播着太极拳 同时也积极参加每年省里和国家举办的武术比赛 虽然是当工人给厂里办事 但是每年都要参加一个省里比赛 一个国家比赛 那时候比赛可不是现在 一被列入这个比赛的行列的正式运动员的时候 首先要集训三个月 参加省里比赛集训三个月 然后又选拔上来要代表省里参加国家比赛 又集训三个月 所以这三个月六个月都是搞这个专业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太极拳也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这种古老的拳法 也逐渐成为国家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这种古老的宣传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